好 回來 其實不是很久之前 我已經播了一首 《人生於世》 張德蘭的歌 但今天有個網友WhatsApp我 真是點這首歌的 他說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這首歌 這個網友都年紀大了 我想八十一部 問我是甚麼歌 一說幾句歌詞 我說這叫《人生於世》 他說希望我有機會再播 我隨時有 聽節目也好 這首歌是我小學初中的時候 聽的 那時候會覺得好聽 會覺得有意思 但當我們現在正所謂 聽懂意思曲中人 其實已經很過去了 只不過是很感慨 人生的匆匆 我到現在有時候 我最怕的情況就是 有時候會想起 很多舊事的時候 會覺得頂不順 頭好像爆炸的 所有資料突然湧出來 通常要吸口氣 吸口煙 慢慢平復下來 因為太多東西了 好像很久了 甚至乎連自己少年時候 發育進入少年時代 那種體味 是自己的體味 這些少年的體味 比較濃烈 還記得 但眨眼 原來我有些朋友 同期 都退休了 甚至離世了 人生在世 但是 是為了什麼呢 所以你問我 什麼都不重要的 你最重要是活得舒暢 真的不要這麼執著 更加我真心真心的覺得 不需要為現在 這個社會 那種不公平 不公道 不開心 太上心 難的 很難的 那你怎樣 尤其是見到有些 甚至乎 命都沒有了 甚至乎 改變一生 譬如你說我對 林鄭月娥的 幸運能量有沒有減低 你很難減低 為什麼 因為本來她的人 最欺負的 就吵了她 但是你想想她 因為她的Eagle 令到人們 明不明白 我都不要說到最極端 明不明白 讀完書 很小時候勤力 我都不是說什麼 家庭很有錢 只不過是自己聰明一點 或者是早發育一點 好記性一點 專注一點 讀完法律學院 想她出來做律師 也不要說要平暴青雲 正正經經所謂 香港我們的下一代 然後無緣無故 暴動罪 你坐六七年 然後出來 可能就沒有了什麼 而她是否暴動呢 又要再想 你說有權的人 作惡多糟糕 你普通人 好像我剛才說 你剛才想到 聖魔那個什麼 聖魔那個什麼 聖魔那個那個 浩杰 和你剛才想到 新安劑母 老鬼 他們所謂作惡 或者打架 沒什麼影響 你打死去 打死去 不要打了 算了 是吧 但是你有權的人 作惡 那你一個人 他怎樣 你怎麼知道 他什麼時候會作惡 我們都不知道 最差的人都可能會做好事 最好的人都會做壞事 所以你就一定要有個機制 去制衡他 我不要說選舉 如果有無限的權力 那結果又怎樣 拍下腦袋 又說 這個又不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這樣也可以嗎 獎金派出去了 你不要說稅了 我怎樣給你 你只想想 大家想想 現在這樣的scenario 據說 上面的媒體報導 不是我說的 如果是真的 你是打工的 你會怎樣 你是做生意 你會怎樣 可以預期經濟會繼續 更加收縮 你來嗎 大哥 是吧 更加不放錢 在銀行 為什麼呢 你經常要盤我 好了 我不放錢 收起來又不行 他又說要數碼 貨幣 於是就滋潤了 那你怎樣的前途 你現在捱到這麼近 你怎樣的前途 你怎樣的前途 好了 好了 我呢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個 我就不知道這個節目 但我就知道這個人 在J2Y之前有一個節目 叫做不正常愛情研究所 其中有一個主持人 是年輕人 叫做文仲林 Cobra 那Cobra呢 去年年底 就 他就透露 然後呢 環上追間近盤骨附近位置 有一個惡性的 遊民市浴樓 需要全面停工休息 和接受治療 那當時呢 他就在社交媒體上 鋪出了一個公開戶口的QR Code 給大家 去籌募經費 好了 那近日呢 Cobra呢 在IG上玩 你問我答的時候呢 竟然被捐款者辱罵 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這個什麼事情 好 好了 這個Cobra呢 他經歷五次化療之後呢 醫生跟他說治療無效 腫瘤不單止沒有細度 反而變大了 那之後呢 醫生建議下 他再做了二十八次電療 他說呢 痛楚呢 是細了的 不過早前因為全身佛力 所以再度入院 其實你這樣療法 好幸好他年輕 根本你受不了 近日呢 因為腫瘤再擴散 令到劇痛 下半身已經沒有知覺了 但是Cobra呢 他樂觀的 他在留院期間呢 在IG 大玩你問我答 誰知道被其中一個捐款者辱罵 早知道不給你啦 大喇喇四千元 你天天沒工作啊 躺在家做什麼啊 等死啊 那樣 首先我要這樣說 這一個人是 我沒有截圖 其實是有人這樣說的 這一個是不是捐款者 真是 我真的很難想像會有人這樣 沒有人叫他捐 可以不捐捐 他捐了 又是人家病人 不天天在家在醫院 那可以做什麼 他都不想的 對不對 你怎麼這麼奇怪呢 怎麼這麼奇怪人呢 現在有人真的瘋了 還有大喇喇四千元 你怎麼這麼大喇喇四千元 你怎麼這麼大喇喇 住醫院 沒有收入 開個戶口出來 作為他 Koba 其實都是很難堪的 要跟人 要跟公眾求救 即是我們香港人有種的想法 好了 那Koba呢 頂不順都截圖 在IG上 出post反擊 我現在真是 突然死啊 擴散了 又半壇 你想我怎樣 你想我上班拍攝 咦 你以為我不想嗎 我招募 大家捐款的時候 寫得很清楚 說明是用來生活和醫療的 希望大家隨心 想捐就捐 不要緊的 你捐完又想怎樣呢 現在 那我唯有講句多謝你 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人心態 你想怎樣 好了 那當然 基本上 我跟大家講 我不覺得這個 是不是真的 Koba就知道 是捐款者 但是有些 肯定是有人 肯定是在網上 有些這樣的人留言 於是乎 要被人吵 其他網民 然後又很開心 就是我們那些叫 attention seeker 就是 希望人家注意他 你們遺臭萬年都無虛 就永遠是講到最極端 最厲害的 我們來看一下 喂 Koba 民眾男 我就覺得很多人未必認識他 是帥哥 年輕人 其實現在帶著帽子 已經是病發了 是 好了 再去 現在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更差一些 因為現在睡在床上 那你還坐去怎樣 各位網友 好 好 看看這個 這個我留耐一點 大家 現在呢 我覺得都不需要覺得 是不是一定 要捐錢給他 不用的 我留耐一點 這個 因為大家都未必認識他 我也不需要認識他 是不是藝人 一個年輕人 喂 我當你騙我 這樣就值得 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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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能力的 就是 喂 我不覺得這些 不要說積不積福 就是家家有求 有時候可能第一天 你也要別人幫 OK 好 講完這件事 蘇丙 這個廣東名將 今天宣佈 就缺席巴黎奧運 那就是說 應該 沒有了 34歲 34歲呢 在外國外國外國人 很多人退了下來 不過廣東人 那些亞洲人 是比較老 希望他再跑多一屆 但是 不行了 那 其實上屆東京奧運之後 其實就休戰多時了 一直去到今年2月 說上屆東京奧運是2021 一直去到今年2月 即是三年後 在全國室內田徑大獎賽道 60米跑出 6.66 得到亞軍 當時還沒有說他不會參加巴黎奧運 直到今天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確認了 不行了 他說 我在這裡非常想和中國接力隊說 雖然我不能夠和你們在賽場上面一起奮鬥 但是我將我的祝福和能量都送給你們 希望你們能夠在巴黎的跑道上面順利進入決賽 希望你們能夠享受比賽帶來的快樂 希望你們能夠戰勝自己 獲得最好的成績 當然要加一句 報答國家 祝福你們 其實以我看了蘇炳天 他平時說話的 他是廣東仔 是完全 我不會覺得他 有些什麼黨性奴性 沒有的 不過你沒有辦法 多謝國家這句也是要說的 那麼 他沒有正式比賽的那一年 去年就備戰了 世錦賽和杭州亞運 其實沒有打不到亞運 就全力備戰今年的奧運 但結果 都沒有辦法 那麼蘇炳天有多厲害呢 蘇炳天上屆入決賽 決賽就跑得一般 九秒九八都會分十秒內 是上屆一百米的第六名 亦都是在1932年的奧運之後 第一個亞洲選手能夠跑入一百米的決賽入面 那麼一九三幾年的時候 他是哪個日本選手 那個叫做 有多看的 吉光龍德 1932年的時候 洛杉基奧運 頂之後 在這幾十年 都是沒有亞洲選手的分野 沒有入決賽 OK 那麼 有時候 早期會有一些白鬼 都叫做 到了近這三幾十年 就全黑人 全黑 那麼 之前就永遠是那些先進國家 特別是美國 最厲害 近年 亞馬亞加那些都跑了上來 今年 美國有一個 不知道叫什麼 那個遊戲王 叫基爾德 還是不知道 就是經常玩遊戲卡 他 他跑了一個 在選擇賽裡 美國那個 他跑了十九秒三二二百米 一百米 他跑了九秒六幾 都很誇張 那麼蘇炳隊 上屆九到九八 第六 但是其實 那個 準決賽那裡就誇張了 九秒八三 是 九秒八三 那一局真是搖底 我多怕他贏了 當時其實也很矛盾 一方面 你知道我們有些 對中國的選手 第一方面 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們小時候玩短炮 喜歡看短炮 九秒八三 這個是 unbelievable 九秒八三 看看紀錄 這個是亞洲新紀錄 這個斷速 是比 寶特的世界紀錄 九秒五七的頭六十米 是更快的 因為這個九秒八三的頭六十米 是跑了六點二九秒 而寶特跑九秒五七的世界紀錄 的頭六十米 是六點三一秒 後來訪問寶特 寶特說 在見到蘇炳炳彈出來的時候 那一刻彈的家族 他只是吃一驚 覺得自己一定要用盡全力 雖然那個是 分組賽 就是準決賽 有時候是這樣的 他會不會是那場跑得 太盡 於是決賽會影響那個呢 其一 其二就是 其實你想想 講來講 是0.01 0.01 0.02 有時候可能一個動作 一個起步 有一個動作做得沒有那麼好 一個呼吸做得沒有那麼好 就是差了那一下 如果他去到決賽 都能夠跑到九秒八三的話 那 在那一屆 上一屆 都拿不到金牌的 但是 都是銀牌 還是怎麼樣 而九秒八三呢 也是歷來幾十 過百年奧運 過百年奧運 一百米裡面 第五塊的成績 這就是蘇炳團隊那個 厲害之處 這屆有得跑 就算有得跑 我覺得 都過了高峰期 但是蘇炳團隊 他就不止一次講的 他就經常覺得他自己 都不是什麼神奇小子 他經常都說 真正的神奇小子 就是我們香港的神奇小子 蘇什麼 忘記了 蘇華偉 蘇華偉 他們這些是識貨的人 為什麼呢 蘇華偉 擺了十二秒 他那個 付出的努力 和那個難度 實在太 重要了 OK 好 我們今天不賣廣告 我希望各位網友 盡量上來支持一下 繼續給我們一個 奮鬥的路途 好像我們男人四十 沒得碰的 如果不是 奮鬥的路途都沒有了 就真的要逼我們走 不會 不過我不會的 就算我這裏不中 我都仍然留港見港 我又在那裏搞事 你出兩場 激到那些Hater 很冷靜 OK 謝謝 謝謝我們港幫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